另外2015年洛杉矶艺术展 已经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8号 在洛杉矶会展中心举行 连续第四年参展的中国展 14号晚间举行开幕式 吸引许多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 当地艺术家以及观众朋友前往欣赏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文化参赞 车照和在开幕式上多次强调 艺术家有国籍之分 但优秀的艺术作品是五分国界的 稍看我们以下报道 中国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今年连续第四次参加洛杉矶艺术展 今年来自中国的参展作品 共分为心灵印象 水墨之光 以及飞夷之碎 三个展区展出来自中国的油画 水墨画以及传统中国家具等 优秀艺术作品 昨晚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文化参赞车照和 洛杉矶市议员拉邦奇 以及中国传媒集团董事长刘承轩 参加了在洛杉矶会展中心举行的开幕式 车照和在开幕式上表示 从这些艺术品上你可以看到 这些艺术家对灵感梦想的追求 中国梦想将和美国梦想一同进步 他还多次强调 艺术家有国籍之分 但优秀的艺术作品无国界 我们参加这样的艺术这个博览会 主要是呢通过它让美国人民更多的 来了解中国 欣赏中国的作品 大家知道 艺术家是有国籍的 连续第四次参加洛杉矶艺术展的中国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今年将以心灵印象为主题 展出一批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优秀作品 中国国家对外贸易基地副总经理冯兰表示 这次参加的期划作品非常独特 不仅包含了中国沿海城市的期划传统和风土人情 又能看到艺术家们的当代表现手法 但它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艺术品 因为它现在的材料的制作 以及它所呈现的主题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在期划在工艺的欣赏的时候 同时你还又可以欣赏到各地的风土人情 各地的生活习惯 其实它是一个文化的承载 本次参加的中国展品 尽管样式与风格各异 隐喻地叙述着中国传统艺术 与当代创作理念的变化与发展过程 以及内涵与延伸 以引发更多的遐想与象征 洛杉矶艺术展是展出中国当代艺术的 一个重要窗口以及海外市场平台 并借此让人们更多地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 同时感受中国的当代精神 天下卫视记者孟子文采访报道